好想听圣经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侧头 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 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 他封住个人的手 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 白兽进入血中 我在洞内 暴风出于南宫 寒冷出于北方 神虚气成冰 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他使命云沉满水气 不散电光之云 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 得以在全地面上 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或为责罚 或为润地 或为实行慈爱 约伯阿 你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 神如何吩咐这些 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在空中 那只是存备者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南风使地极尽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 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神同铺穹仓吗 这穹仓坚硬 如同柱层的镜子 我们愚昧不能沉说 请你知道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岂可说 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现在有云车壁 人不得见穹仓的光亮 但风吹过 天又发晴 金光处于北方 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乱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度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阿们 约伯记第38章 1到41节 那时 耶和华从顺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 是谁安放的 那时成心一同歌唱 成的众子也多欢呼 海水冲出 如出胎包 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为它定界线 又安门和栓 说 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 要到此止住 你自生以来 曾命定成光 使清晨的日光 知道本位 照着光 普照地的四集 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因着光 地面改变 如泥上阴影 万物出现 如衣服一样 乱光不照恶人 强恨的绑壁 也必折断 你曾经到海员 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 曾向你显露吗 死印的门 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 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 只管说吧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你能带到本境 能看明骑士之路吗 你总知道 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你日子的数目也多 你曾进入雪库 或见过袍舱吗 这雪袍 乃是我为降灾 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 所预备的 光亮从河路分开 东风从河路分散遍地 谁为雨水分道 谁为雷电开路 湿雨降在无人之地 无人居住的旷野 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 青草得以发生 雨有负吗 漏水珠是谁生的呢 冰处于谁的胎 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珠水坚硬如石头 深渊之面凝结成冰 你能记住毛心的结吗 能解开参心的带吗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 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 你知道天的定力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泉下吗 你能向云彩扬起生来 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却将智慧放在怀中 且将聪明赐予心内 谁能用智慧数三云彩呢 尘土聚集成团 土块紧紧结脸 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 母狮子在洞中蹲伏 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 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 是他们饱足吗 乌鸦之处因无食物飞来飞去 哀告神 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 阿们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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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